哈喽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阅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大家好 我是Jen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在进入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之前 有一个好消息 想要先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我们2024年的 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 即将开始正式招生了 那如果你想要来学习 宇宙法则以及自我成长 希望能够转化自己的思维 能够突破限制性的框架 以及信念 甚至呢 想要摆脱这些 重蹈覆测的 旧有的模式以及习惯 那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 我们的宇宙小学堂咯 那我们这一次呢 终于要来举办 宇宙小学堂的线上试听课程 那时间会定在台湾 台北3月10号的晚上8点整 那呢 在这个试听会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来体验 我们怎么样来参与 学堂里面的课程内容 那详细的参加办法呢 以及连结都在 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欢迎你想要来参加 我们试听会的同学 可以点开我们的连结 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有其他任何的问题 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客服信箱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双鱼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作为 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好不好 首先呢 第一个呢 我觉得非常可爱哦 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们最近呢 可能会去买这个仙人掌 OK 那这个仙人掌呢 可能是那种小小的 不是说真的很大一个的 就是我感觉你会放一些 很可爱小小的这种仙人掌 然后呢 可能可能或许 像就是你最近喜欢一些迷你盆栽 我这样讲好了 但是仙人掌跟多肉植物 是我比较常看到的 那像那种什么叫herb 那叫什么 herb叫什么 叫反正就是香草类的东西呢 你可能也会蛮有兴趣的 好吧 OK 好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两道三桌 如果想当一个绿手指的话 欢迎欢迎去花市逛逛 看可不可以捡到一些 还不错的这个品种 好吧 我是黑手指 我就放弃了 好 那第二个 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桌 某部分的双鱼座的朋友们呢 会很想要特别去游泳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很想要把你自己的身体 浸泡在这个水当中 所以最近呢 你可能也会经常泡澡啦 或者是最近你可能就会 想要特别去游泳啦 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两到三桌 跟水元素接触 可能会对你的整个情绪啊 或者是整个身体上面这个状态啊 都会有所帮助 好吧 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觉得双鱼座的朋友们 这两到三桌 你特别适合跟红色的这个能量 红色这个红 是有点像早红 OK 有一点比较像 这种红 这种比较暗红暗红的 比较不像是鲜红的 OK 所以我觉得呢 你可以搭配早红色的 这些服装啊 视频啊 配件啊 或者是 比如说像那个红石柳石啊 我觉得应该都还蛮适合你的哦 OK 好 那我们就准备 来进入到这一次 你的双中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首先呢 这两到三桌 你的挑战排卡是吊人排 那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 是宝剑骑士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双鱼座的朋友们好吗 那双鱼座的朋友们 不好意思 很抱歉 我的感冒有点加重 所以呢 等一下呢 可能在这个录影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咳嗽 或者是打喷地勤 大家包容一下下 好不好 因为我不想要中断这个 双中的这个录影 我还是希望 可以传递这些讯息 给你们好吗 OK 好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跟细节 OK 好 对 最近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如果你的胸口 有点不太舒服 闷闷的 喘不过气 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你就觉得哪里怪怪的 我告诉你 去找医生 看一看 检查一下 你就会放心了 好不好 OK 好 OK 好 其实我觉得 双鱼座的朋友们 这两到三种能量场还不错 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 来 这个吊人牌卡呢 我先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说明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是保健适者 抽到是权杖一 抽到是死亡牌卡 我个人会认为 在过去呢 不好意思 我帮你开个灯 因为我们最近呢 这边天气并没有很好 OK 这样应该会较清楚一点点 OK 好 来 这三张牌卡呢 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 这个保健适者加权杖一 还有这个死亡牌卡 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说 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生活层面 你好像有一个 就是你想要 厕头厕尾好了 或者是想要真的改头换面好了 或者是下定决心好了 就是你想要去改变一个 这个东西 比如说改变一次习惯 终于要开始认真减肥了 跟我一样 好 类似像这样 我就是用这个举例给你听 所以在这样子呢 你决定 我要付出行动 我要真正的能够去克服 我自己的这个 就是怎么讲 爱吃垃圾食物的这个习惯 好 我觉得呢 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跟自己有一点点天人交战 就是说 你在心里想 吃一下麦当劳又没有什么关系 又没有人会发现 吃一餐哪会胖那么多 另外一个你呢 就是说 不可以这样子 你已经说好你要减肥了 然后你怎么还可以这样偷吃这个东西 你就违背你自己的承诺了 就是我会个人会觉得说 在过去有一个状况 就是你想改变什么 但是呢 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 这个内在的内外在冲突 然后呢 这个动力跟这个改变呢 其实我个人是会感觉 那是因为你想要上升或跳跃到一个 什么对你来讲很重要的目标 或层次 比如说假设好了 像我们就用减肥 你们就可以理解 你们可以用工作啦 可以用感情啦 通通都可以随便你 影片的使用方式 在下方资讯栏都有说明 OK 开场也有说明了 OK 好 假设我就用减肥这件事情 OK 好 你呢终于愿意 来从这边 我们白纸黑字写好 我们就是要认真减肥 这样 虽然呢 有些时候会有自我冲突 有些时候想要偷懒 有些时候就是想要偷吃东西 但是呢 我个人会感觉 为什么会说 你这样做是为了要提升到一个层次 或一个目标 或一个阶段 就是因为比如说 你原本都穿XL 你现在想要试着 可不可以穿下M 是像这样子 OK 想穿下这个Million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就会觉得说不行 我一定要斩断 我这些不好的习惯 我一定要看 眼光放远一点点 我一定要能够找回 我的穿衣自由 是像这样 但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这个身材胖瘦 环肥厌瘦 都各有人说喜好 但是我就是举个例来给你听 但是我觉得这个 可能就是你的目标 你想要达成的事情 所以你想要大策大悟 或者是彻底连根八起 去做一个改变 OK 所以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女王牌卡 抽到的是力量牌卡 抽到的是权杖石 这个我告诉你 你经常看牌卡解读 你就不需要我跟你解释了 意思就是说 你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用这个力量 去创造出全新的你自己 Period 结束 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 你这一次的双中能量 运行牌卡解读 很简单 然后你之所以为什么 会在这边有一个挑战牌卡 意思就是说不可以迟疑 刻不容缓 不可以停下来的计划跟行动 因为我意思 你要为此负起这个责任 如果你真的想减肥 你就是要跟自己的心理 对食物的欲望 就是可能要抗衡 但是说实在的 我个人会觉得 你会找到一些方法 去做一个取代 比如说 吃比较健康的蔬菜水果 比如说 假设今天真的很想要吃一个面包 那我就多跑半个小时的跑步机 类似像这样 OK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 在这个状况当中 你愿意执生担起执任 你的挑战牌卡 调人牌就是告诉你 不要再迟疑 不要悬在空中 不要只想而不做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你一定要拿出你的力量 去降服你自己内在的欲望 然后能够像这个女王牌卡一样 心无旁骛 千万不要再想麦当劳了 意思就是说 你要认真的去思考 到底怎么样是你想要的 全新的人生 不然你何必这边放下一个 这个权杖衣跟这个宝剑使者呢 对吧 你就没有必要大测到 没有必要测头改变 因为在未来 你目前的能量场 是这个宝剑使 然后还有这个权杖八 然后还有这个恋人牌卡 OK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在未来如果假设 你通破了你这个挑战牌卡 就是你不要在那边想东想西 光说不练 这个就是掉人牌卡的 挑战牌卡的含义 所以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当中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一个宝剑 那这个宝剑石 他这个人是掉到海里 还被乱剑射死 他没有跟你讲一件事情 就是你千万不要让这个 你过去 来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宝剑石 这个是权杖石 他没有告诉你一件事情 只要你能够承担 对不起 只要你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他们说 你就不会迎来这样子宝剑石的画面 OK 因为他们说 宝剑石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中间 你就去想 这个宝剑 他们叫我这样含义 解释给你听 这个宝剑 这个能量场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明知道偷懒不对 你明知道偷吃麦当劳不对 你明知道就是要饮食控制 你明知道就是要配合医师 或营养师 或健身教练的安排 你明明就知道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说如果在未来这个状况 你拿这些宝剑 就有点像这个人是你 就拿这些宝剑来提醒你自己 所以这个宝剑石没有不好 请大家不要害怕 拿这个宝剑石来提醒你自己 承担起这样子的责任 他们要跟你讲 你看你这边权杖八的动力 是会很强的 进展会很快的 搞不好你的减肥计划会提前达成 对吧 是不是这样说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你看这边是一个恋人牌卡 这是美女野兽 这个我会告诉你 这个是连别人都会爱上你之外 你更是会爱上你自己 而且这个恋人牌卡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终于达成你的目标 这就是你想要的 所以他们说 你要拿这个宝剑石之 他们说有点像十戒 第一戒是什么 第二戒是什么 规矩三是什么 类似像这样 然后你遵守这个十戒 跟这个权杖八之后 自然而然你就会迎来 你想要的这个状态了 在未来你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宝剑骑士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宝剑骑士非常有趣的 他让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你会更勇敢的向前冲 而且你终于看到 他们两个的表情跟感受 是非常好 精神能量是很好的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做的这个提升跟改变 我不仅皮肤变 光泽变好了 甚至的衣服也穿小一号了 甚至我上厕所排便行过 也变得还不错 而且别人的人都看到我 都夸奖我漂亮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状态 跟好处 也就是这个恋人牌卡 恋人牌卡象征的就是甜蜜好处 得到了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东西反而会维持你的动人 让你持续前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注意 你的挑战牌卡是这个吊人牌 这个吊人牌的意思是说 这个关卡你如果不过 这个宝剑骑士 你也骑不上这一批码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这两个三周的双中的 内容室牌卡解读蛮简单的 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 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去做 那就不要找任何借口 不然就不如不要做 就是这样子 好来 送你走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宇宙验证牌卡 好吗 宇宙验证牌卡 我会建议你 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 都可以来看一下 原因是因为 宇宙验证牌卡 有些时候会来验证 我所说的要传递给你的讯息之外 然后还有 也就是可能会有重复的牌卡 来提醒你 这个就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OK 好 你这个宝剑吧验证你的吊人牌 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 这就是为什么会跟你讲 你如果不要做 你就不如就干脆不要做好了 你就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心思 吃火费劲 OK 因为只有你可以把你自己困在你自己状况当中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真理都是这样子的 没有人可以困住我们 只有我们会把自己困在自己的牢笼 OK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宝剑7 还有这个钱币8 OK 这几张牌卡 你注意看 这个人就是在那边把这个宝剑魔力 要把这个宝剑出窍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跟你讲 你这边有一个权杖1 然后你这边有一个像是宝剑1 这个要把这个宝剑出窍 象征的就是我跟你讲 跟过去一刀两断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我会用大策大悟 彻底改变下定决心 就是因为你终于要把这个宝剑拿出来 因为钱币8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在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事件梦想或目标 去投入 很认真的在这边打铁策证 很认真的持续的去投入 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的这个是钱币6 然后还有这个是权杖女王 这个钱币6跟权杖女王 你可以注意看 这个人是在跟另外一个人协商的 然后你看这个人在拿一个东西要给她 这个权杖女王是旁边有很多侍卫 在守护着她的 这两张牌卡来到你现阶段能量场 我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 这个女王旁边有很多侍卫守护着她 就是要告诉你 你自己的行动 因为权杖女王象征就是行动准则 你自己的行动准则 如果因为别人告诉你 或者是别人怎么样 或外在有这个诱惑 因为这个人是拿着东西要给你的 OK 她说你吃一块吧 麦当劳又不会怎么样 你吃一口也不会怎么样 你喝一口珍珠奶茶吧 她没有跟你讲 你在从事这一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你要达成的这个目标 如果外面有人有任何的风雨 有人又拿东西诱惑你 或者是有人跟你讲说要给你点评 她没有告诉你 你就要优雅的如同这个女王一样 颅颅不动 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到底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什么可以吃 什么不可以吃 什么可以接受 什么不可以接受 就是这样子 OK 就算这个人 他想要拿什么东西来说服你或干嘛 你呢 要能够颅颅不动 OK 还有一件事情 他们叫我跟你讲 这个钱币五是在这个人的状况当中 这个人是只有一个钱币一 OK 他们要我跟你讲 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我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疲漏 比如说假设 你就有很多邀约很多聚餐 然后很多朋友就是说什么送你礼物吃 送你一个你最爱的蛋糕 类似像这样 这些在你身边这些诱因跟诱惑 他们要我跟你讲 会让你为自己所做出的决定 感到对自己很失望 这个我稍微解释给你听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朋友买了一个你最喜欢蛋糕 而你收下了 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打破你的减肥计划 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事后会对你自己很失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要想尽办法去说服你 而你只有一个钱币 他们要我跟你讲 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的行为就要到哪里 这个就是这个钱币有比较特别的一个解释方式 但是能量场就是这样走 我就是这样跟你解释 所以你的挑战牌卡是这个吊人牌 你的验证牌卡是钱币 对不起 保健 所以你看 你在这边 如果斗不行动 光说不练的话 我告诉你你就是把自己困在自己的牢笼里面 但是这张牌卡还有一件事情 它有另外一个要告诉你的含义 就是你必须把这个保健围起来 这就像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你要像这个权杖女王一样很优雅的 请这些士兵来保护你 所以外在有什么样的动荡 有什么样的诱因 有什么样的这些 我觉得可能会吸引你的这个因素 你都要把它隔绝起来 在未来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是保健一 你给你看 你抽到是保健一 然后还有这个钱币二 这个保健一跟钱币二 其实是这样子的 来 这个保健时 只要你能够拿着这个实戒 你就会迎向这个新的开始 就是这样 这个保健一从哪里来 从你过去能量场 你已经把这个保健出窍了 对吧 这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这个保健出窍了 而且这个保健六挂在墙上 象征的就是会很顺利的一个象征 所以你把保健出窍拿出来之后 当然这个新的生活 新的身份 新的这种体态 当然就一定是会出现的 然后这个钱币二 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来你注意看 这个钱币很特别的 它不是一个无限的回圈 它在这边是中断的 象征的意思说 就是你打断了所有过去 你想要大策大悟改变的这些不好的习惯 或者是想要调整的地方 或者是想要真正去做的事情 你打断了这个不断的犹豫徘徊 不断的犹豫徘徊的循环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保健一拿出来之后 就做效了 所以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保健骑士 你的验证牌卡是前币期 这个前币期 象征就是这个人 你看他在他的花园里面在看 你看我种下多少种子 你看我剪掉了多少斤 这个时候就是你来欣赏你的成果 但是这张牌卡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象征的也就是说 你要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 跟保健骑士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第一个阶段享受5公斤 后面下一个阶段想要怎么推进 这个就是保健期 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一个准备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 有没有什么额外补充讯息 要给我们双鱼座的朋友们 OK 来这张牌卡 说实在的 我跟你讲 你的牌卡能量场都是验证的很清楚的 来这两张牌卡是要给你看 这个是卡带 这个是一个闪电 OK 没有我跟你讲 卡带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在那边卡来卡去 就跟这一个吊人牌卡是一样的 那我可以告诉你 还有这个无限循环 因为通常前币是代表无限循环的 你如果是在这边卡在这边 他们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千千万万不要回到旧有的习惯跟状况里 OK 你一定要能够逃脱出来 这个闪电其实象征的是保健一 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去改变 你一定要能够去切断它 你一定要惊觉 哎呀 我怎么又在吃麦当劳 我怎么又在做这件事情 我怎么回反了自己对自己的承诺 这个就是他们要提醒你的 所以说实在的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好跟你解释 你这一次的把双中的量运式排卡解决 我个人是觉得浅显易动 好吧 我觉得这一次的双中 如果双宇宙的朋友们 这刚好真的是有符合到你的状况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 宇宙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既然要下定决心 那就把它做好 不然就不如不做 这就是为什么 刚刚我一直重复跟你讲这件事情 OK 好 那我觉得也不要太逼迫自己 你可以把它分为小小的计划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来 我个人会觉得慢慢的会看到成果了 不然你的保健一亚 不会在最后这两项 这是互相互应的 好吗 双宇宙的朋友们 OK 好了 那以上这个就是要给双宇宙这一次的 双宇宙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希望可以给双宇宙的朋友们 要改革 要有信心 国父革命十次才成功 我希望你也可以成功 好吧 OK 好了 那非常感谢双宇宙的朋友们 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